荷包蛋 一天早晨 父亲做了两碗荷包蛋面条 一碗蛋握上边 一碗上边无蛋 端上桌 父亲问儿子 吃哪一碗 有蛋的那碗 儿子指着握蛋的那碗 让爸吃那碗有蛋的吧 父亲说 恐龙七岁能让你 你十岁了 该让个蛋吧 恐龙是恐龙 我是我不让 儿子态度坚决 真不让 真不让 儿子一口就把蛋给咬了一半 别后悔 不后悔 儿子又一口把蛋吞了下去 但儿子吃完 父亲开始吃 当然 父亲碗里藏了两个荷包蛋 儿子看得分明 记住 想占便宜的人 往往占不到便宜 父亲指着碗里的荷包蛋 告诫儿子 儿子显出一脸无奈 第二次 那是个星期天的上午 父亲又做了两碗荷包蛋面条 一碗蛋卧在上边 一碗上边无蛋 端上桌 问儿子 吃哪碗蛋 恐龙让离 我让蛋 儿子笑着端起了无蛋的那碗 不后悔 不后悔 儿子说得坚决 儿子吃到底 也不见一个蛋 父亲的碗里 上磨一个 下藏一个 儿子看得分明 记住 想占便宜的人 可能要吃亏 父亲指着蛋 教训儿子说 第三次 父亲又做了两碗荷包蛋面条 还是一碗蛋握上边 一碗上边无蛋 父亲问儿子 吃哪碗 恐龙让离 儿子让面 爸爸您是大人 您先吃 儿子手一挥 做绅士状 那我就不客气了 父亲端过上边握蛋的那碗 儿子发现了自己碗里 也藏着握着的荷包蛋 不想占便宜的人 生活也不会让他吃亏 父亲意味深长地对儿子说 传奇人物李嘉诚说 他和别人合作 假如他拿七分合理 八分也可以 那么拿六分就可以了 其实这就是一种智慧 他不求多赚 而是选择让对方获利 这比文中的儿子的第三次选择 更为让人钦佩 然而正是这种风度和气量 才有人乐于与他合作 才让他成就了这一番伟业 吃亏而不求大的利益 可以让自己收获更多朋友和利益 上帝是公平的 贪图便宜 只会让我们蒙蔽双眼 吃去可交的朋友 而变成一个利益至上的 让人藐视的人 自私而不值得亲近 只有真诚待人 不贪便宜 甚至主动吃亏的人 才能获得每一个 与其基础的人的赞赏 从而在合作时 第一个想到他们 这就是生活给予了 每个人公平的回报 获得太少与拥有太多 晚上在家里看电视 正看得津津有味 突然停电了 起身去找蜡烛 才走几步就踢翻了椅子 接着啪的一声 杯子碰掉在地上 摸索着又走了几步 头一架撞在门框上 黑暗中 我无所适从 这时想起盲人 盲人就是这样 一直生活在黑暗之中 闭上眼睛想 如果自己是盲人 生活该是什么样子 简直不敢想象 一会儿来电了 觉得屋子里格外明亮 对所有的物品 竟然有一种 特别亲切的感觉 忽然觉得自己是多么幸福 因为有一双 看得见这个世界的眼睛 记得小时候在乡下 有个灭匠 只有一条腿 每天拄着拐杖 走乡村 串村的找活干 碰上谁 家颠个 不爱解啊 贝勒什么的 就在这家干上了个三五天 他干活时 总是边干边唱歌 有人搭话 他就聊几句 没有人就自言自语 你看你 这里又搞错了 哎哟哟 老了老了 不行了 他总是很快活的样子 我们这些孩子 常常围着他看 他就不时地 抬头半个鬼脸 逗得我们哈哈大笑 有些淘气的孩子 趁他不留神 拿走了拐杖 他就胡着脸说 赶快给我拿来 看我编个笼子 把你们关进去 被送去给野猪 还真吓着他们 乖乖地就给送回来了 然后他摸摸他们的头 嘿嘿笑着继续干活 干累了 歇空时 他还会拄着拐杖 一点一点地和我们跳房子 我们这些不懂事的孩子 有时在背后猛推一把 他控制不住摔倒了 抓起拐杖乱打一气 嘴里不停地骂着 打死你们这些小畜生 但并没有真的打着我们 然后爬起来 拍拍手说 不玩了 又继续干活去了 边干边唱歌 像个老顽童 他的生活状态 其实是很令人同情的 年轻时因为残疾 没能娶到媳妇 就一个人孤单地过着 有人问他 为什么总是这么快活 他就嘿嘿笑着说 人嘛 没得平泽 匹时 比起对一面山上的老流头 我还有一条腿能走 没病没痛的 一顿就能吃两三碗 凭手艺还能挣几个酒钱 然而 活个知足 他就这么快活着 晚年的李宇棠在香港 有一次圣诞节前期 和女儿去商场购物 坐在轮椅上 他看见商场里 一个个鲜活的生命 在面前来来往往 看见琳琅满目的节目视频 装点 装点着这个美丽的世界 突然他失声痛哭起来 因为他明白 自己将不久于人世 而生活又是多么美好啊 而他又是多么眷恋这个世界 或许人到了生命的尽头 会生出对生命的特别渴求 这是正享受着生命的人 无法体验得到的 去年 我生命住院 躺在病床上 吃喝拉撒都要靠别人照顾 这时生活中那些 不经意的点点滴滴 涌上心头 和朋友一起谈笑 在大街上大不流星 这些平平常常的事情 都变成了一种奢望 并重的那几天 觉得生命就像 慢慢黑夜里 光源上的一缕光亮 遥远而渺茫 当时只有一个念头 这是拼命去拽住 那一缕光亮 要活下去 对生活的要求 降到了最低点 对自己说什么都不想要了 只要活着 活着 我们拥有伤面和健康的时候 常常熟视无睹 总是抱怨着也不顺心 那也不如意 其实我们痛苦 不是因为获得太少 而是拥有太多 正如对糖的感觉 只吃一点点 觉得很甜 但吃的多了 就不觉得有多甜了 所以当你对生活不满意时 请把眼睛闭上一会儿 摸索着走几步 或许会摔倒 或许会碰坏东西 没关系 当你在睁开眼睛时 会觉得自己其实很幸福 经济学上的 结果不断 结果不但未能得到幸福 反而跌入痛苦的深渊 那些好意恶劳 损人利己 贪图享乐 极端自私的人 永远都与幸福无缘 一个人要想得到幸福 就要保持一颗平常心 就要努力学习 工作 创造 奋斗 为身边的人创造福 为社会奉献爱心 这样幸福就会来到你身旁 你就会感到 无穷的幸福和快乐 朋友吴音乐 也有觉得 刺耳的时候 持名于世的 包法利夫人的作者 是十九世纪 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 福柔拜 他的家当时坐落在 摩里略镇 也是同时代 法国作家 奉古尔 都德 莫国桑 美里美 等利用星期日经常聚会 讨论的地方 后来 福柔拜家的客厅里 又多了一个新面孔 他就是被称为 小说家中的 小说家的 图格涅夫 他的小说 语言纯净优美 结构简洁严密 作品 充满失忆的氛围 和淡淡的哀愁 给人 无信的回味 最后一刻的作者 多德见到了 乔居法国的图格涅夫后 向他倾诉了 自己对他的才华 人品的无限仰慕 及对猎人笔迹的高度赞赏 自此 二人结下了身后的友谊 图格涅夫也成了 福柔拜家里的常客 然而图格涅夫并不因为他们之间的友谊而改变他对多德著作的评价 在他看来 多德是他们圈子里最低能的一个 但他只把这个看法作为内心的一个秘密写进心爱的日记里 1833年 图格涅夫因脊髅癌定逝了 当都德无意间发现了这个秘密时 感到万非亦万 就像迎头挨了一记梦棍 他感慨地说 我始终记得他在我的家里 在我的餐桌旁 怎样温柔热情地吻着我的孩子们的情景 我还收藏着他写给我的那些无数亲切可爱的信件 但在他的那种可爱的微笑下 却隐藏着这样的意念 天哪 人生是怎样的奇怪 希腊人的所谓冷酷 两字是多么的真实 这种有情的幻面 当然使多德很伤心 但在图格涅夫方面 却并无他的不是 因为他将友情和作品分离了 他对多德 甚至对他的孩子存在友情 但是不满意他的作品 所以才在背后说出那样的话 如果不是为了友谊 图格涅夫也许当面就向多德说了 这样一来 多德早就和图格涅夫绝交 也不至于有死后这样的幻面了 能力和才华 不是选择朋友的最高标准 只要投缘 只要够朋友 这些就显得不重要了 人无完人 再好的朋友 也不可能让你处处满意 那就让你对朋友的不满成为内心的秘密吧 因为朋友知道后 也许会离开你 那样会使你更加痛苦 在参加新经典的编辑工作时 鲁迅认识了刘半农 并和他成了好朋友 在刘半农的为人 鲁迅 鲁迅 极为赞赏 认为他勇敢 活泼 对人真诚 用不着提防 但同时 鲁迅也发觉 他有些浅 将刘半农 与陈独秀 无视进行比较后 鲁迅说 刘半农虽浅 却如一条清溪 如果是烂泥的深渊呢 那就更不如浅一点的好 不料 如此热情的洋溢评论 却伤害了刘半农 因为他有自卑情节 对刘半农的这种心理 鲁迅表现出了明显的憎恶 但他说 这憎恶是朋友的憎恶 对友人 开口之前 我们要三思 但一言即出 就坦然面对吧 从另一方面来说 这也是对彼此交情的一种检验 连几句话都承受不了的交情 毕竟是趣弱的 所以朋友也不是实缺实美的 所有的朋友也都不是 你小强的那个样子 既然是朋友 就得包容他 理解人与人之间的不同 不要对朋友要求太高 哲人说 没有宽容就没有友谊 没有善待就没有朋友 宽容和理解是一种力量 是朋友之间的桥梁和阳光 宽容别人就感受不到别人的敌对 也就让自己少了一个敌人 生活中面对很多的压力 本来就有点喘不过气来 诅咒 谩 骂 声闷气都无济于事 倒给疲惫的身躯 又增加了一些新的负担 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还要给自己的心里 加点仇恨的负担 无疑会让自己的生活的更累 爱在离别时 当你决定和新男朋友在一起的时候 请你一定要把过去的感情 深深的藏在心灵的一个角落 不要时常拿出来炫耀 不要时常拿出来对比 你爱前任 是因为你已经适应了和他在一起的感觉 已经依赖他了 并不能说后来者不如他 当一个男人能包容你的过去 心疼你 曾经为感情付出的伤痛的时候 默默承受你对感情的敌视 鼓励你走出过去阴影的时候 请你心怀感激 感恩之心 只有深爱一个人 才能让对爱情自私的人 有如此举动 没有人有义务为过去的 不相干的人的行为买单 没有人有义务为自己女人的前一段感情负责 当你和男朋友有矛盾的时候 当他为了不让你生气 那么伤心 低头不语的时候 不要像个斗争了的雄鸡一样 穷追不写 穷追不舍 因为那一定是你做错了 如果是他做错了 他一定会第一时间过来道歉呢 他这样做只是为了维系这份感情 不受到伤害 而不去和你争吵 找你辩解而已 当你一再让自己男朋友伤心的时候 不要以为男人有义务默默地 永远承受这一切 人都是有记性的 就好像一个花瓶 打碎了就算粘起来 也依然有裂痕 两个人的感情就像一杯水 每一次伤痛 都要从杯子里倒出一些水 每次甜美 幸福 又都能给杯子里补充一些水 当水空了 感情也就走到了尽头 当男朋友为你付钱的时候 请你不要只沉迷在得到一件东西的信息中 应该知道 男朋友是不仅让你高兴 也是让你爱他多一分 因为花出去的每一分钱 都是他辛苦劳动换来的 都值得珍惜 当男朋友暂时不能陪在你身边的时候 你应该努力使自己过得开心幸福一点 为在外边的男朋友祈祷 祈祷他能早日平安归来 你要知道 男朋友也希望能每天24小时 能陪伴在你身边 看到你美丽的容颜 但是男人有更多的责任 要为了事业打拼 要为了让你过上更好的生活而努力 你的男朋友并不完全都是你的 作为男朋友的同时 他还是父母的儿子 还是公司的员工 还是同事的伙伴 当他出差时 默默帮他打理好行李 让他回家看望父母的时候 帮他买一点礼物 当他和同事在一起的时候 分享他给你的快乐瞬间 当他不能陪伴在你身边的时候 请你坚信 两个人的心是在一起的 不要因为心里短暂暂时的空旷 而去想别的男人 多想 一想在一起的美好时光 多重有一下 他回来的时候的欢聚 当一个娇生惯养的男朋友 为了你刷锅刷碗 起菜做饭的时候 希望你能体谅他的辛苦 他也是忙着工作 忙着家务 能帮忙搭把手就搭把手 男人不希望跌等 是希望看到自己爱的人 能品尝到自己努力的成果 是喜欢两个人 为着同一个目标努力的感觉 请记得用同样的标准评价自己 还有男朋友 记得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如今这个社会是男女平等的社会 男朋友可以包容你的缺点 能够容忍你犯错误 是因为他爱你 而不是他根本无视你的错误 你的缺点 约会时 记得准时 男朋友的时间也是宝贵的 男朋友迟到时 不要太过埋怨 因为他们心里比你还要着急 迟到时 记得心里要那么一点点愧疚 虽然男朋友嘴上说 宝贝 不要着急 路上小心的时候 他心里还是有那么一点点自私的 希望你能快点到来 努力提高自己 努力让自己优秀起来 也许男朋友不要求你会这个 会那个 但是他心中 依然希望自己的女朋友 能够超越所有的人 当他看到你每一分进步的时候 他一定会比你还高兴 他不希望你是一个 酒肉女朋友 虽然他心中希望用自己的努力 让你不需要做任何事情 幸福地躺在 洒满阳光的床上晒太阳 当男朋友 有什么做得不好的时候 请你一定不要太挑剔 更不要因为和前任对比而挑剔 因为你要相信 人无完人 金无足事 当你对他的某些行为 看不惯的时候 请你要或直接或委婉地提出来 要生气地争吵 因为争吵 除了能让人失去理智 是不能让人改正缺点的 当看到男朋友的房间很乱 不整洁的时候 请你或 或者耐心地帮他整理好 或者提醒他整理好 男人不如女人细腻 不如女人爱干净是肯定的 不拘小节 并不代表他不会有美好的前途 并不代表没有出息 当男朋友打游戏的时候 在他身边默默地关注着 或者因为不感兴趣而走开 打游戏并不代表玩物丧志 其实到了工作阶段 又有了女朋友 很少有人会因为游戏而网路丧志 他也许是 他也许是只是找回大学阶段的感觉 也许只是在另外的世界找到成就感 也许只是希望和同学们 有更多的共同语言 当男朋友在雨中 把伞撑到你头上 为你遮挡风雨的时候 记得把他搂紧 人都是肉掌的 他只是认为你比他更重要 并不说明他喜欢你语 当男朋友接到电话时 起身离开到外边说时 请你不要紧张 他只是尊重你 并没有什么东西要隐瞒 当男朋友为你干这干那的时候 不要以为这一切都是理所应当 请心怀感激地说声谢谢 虽然他嘴上说不用客气 但是心里是非常想听到的 当你因为生理的原因 脾气不好的时候 花店的时候 请你相信你的男朋友是心里疼你的 是非常希望能够替你忍受这一切 当他心甘情愿冲到你出息筒的时候 当他心甘情愿为你洗内衣的时候 请你在那几天过后 对他好一点 男人也是有脾气的 也是怕脏东西的 当他在外边和别人喝醉了的时候 请你不要对他发脾气 不要骂他 骂他他也听不到不是 他喝的那些酒里也许是有别人敬你的 他喝下的那些酒的时候 嘴上是挂着笑的呀 当你们两个人思想不一致的时候 请你相信 人的思想是会不一样的 不要觉得有看法不一样 就是不合适 就是走不到一起 求同存异是必须的 他不会强求你接受他的观点 他也不希望你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别人 看到这里 请你不要紧张 好的男朋友是根本没有要求 达到上面所有的要求 只要你心里觉得正确就好了 好的男人在家里是没有棱角的 因为他已经小心地收起来了 不愿伤害到你而已 人活这一辈子 最大的幸福莫过于被人爱和懂得爱 但案情没有十全十美的 感觉也没有十全十美的 将自己承诺过的话都实现 也是不现实的 文章读过了 感动留在心里 可是真的做到这样 还是会有很大差距的 所以只要自己能做到的 尽量去做就可以了 至少心里没有遗憾就够了 爱情 虽然我不再相信了 但我要承认它是 它真的是伟大的 它可以改变很多事情 可以改变一个人 可爱过之后 剩下什么 是美好的回忆还是伤痕呢 爱情就像一颗水晶球 很美 很透彻 我们把它捧在手心中 绞心意义地呵护它 因为它一旦打碎 就永远回不到从前了 人总会有个过程 慢慢成熟 慢慢懂得 这样才会慢慢长大 愿天下有情人 都能成眷属 爱如绳子 会束缚住我们 使我们的身心不得自由 爱似枷锁 会困锁住我们 使我们时刻不得安宁 爱有时如芒者 现身黑暗之中 而浑然不知 爱如像刀口上的糖蜜 为了贪尝那一点点甜味 而可能有破舌丧命的危险 爱更像苦海 爱河千尺浪 苦海万重波 它可以使我们在苦海里 轻覆灭顶 而宽容和理解 则是爱情保鲜的良方